大家好,我是龙2 10月31日,荣耀在北京正式发布了新旗舰 荣耀Magic 2 新颖的滑盖设计 加上强悍的麒麟980处理机 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最后就有小伙伴来问我 自己比较喜欢打游戏 能不能对比一下荣耀Magic 2和iPhone XS Max 综合来说它俩谁更值得入手 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在游戏和续航方面谈门栏表现 到底谁更出色 首先交代一下PK双方的情况 荣耀Magic 2搭载麒麟980处理器 iPhone XS Max则是搭载了X200 Onyx处理器 二者在眼下应该都属于顶级配置了 那对于喜欢打游戏的人来说 帧率和耗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两个参数 今天我们就从这两方面入手 首先我们使用王者荣耀来测试 二者在游戏过程中的帧率表现 测试过程中我们使用GameBench实施 记录游戏过程的帧率变化 开始前我们将画面质量设置为高 同时开启高帧率 高清显示和多线程模式 随后我们开一局标准的排位赛 二者均选择后裔作为操作英雄 通过GameBench记录的数据 可以看到荣耀Magic 2整个游戏过程 基本都能实现满帧运行 平均帧率为60fps 而iPhone XS Max的平均帧率 则是要略低一些 仅有59fps 此外细看整个游戏过程的帧率曲线 我们发现荣耀Magic 2的曲线明显要更加平直 iPhone XS Max的整条曲线成锯齿装 帧率的稳定性明显是要略低于荣耀Magic 2的 接下来就是二者的续航了 我们将二者的电量充至100% 屏幕亮度和音量均调节至50% 随后分别进行了30分钟的王者荣耀 测试结束后我们看到荣耀Magic 2掉电9% iPhone XS Max则是消耗了13% 显然还是荣耀Magic 2略为领先 而在轻应用方面 我们分别对二者进行了30分钟的 在线视频播放和30分钟的电子书 其中iPhone XS Max分别消耗了5%和4% 荣耀Magic 2则是分别消耗了5%和3% 依旧是效服领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荣耀Magic 2支持了最高40瓦的Super Charge超级快充 经过实测30分钟可冲入87% 充满整块电池 共计耗时56分钟 而iPhone XS Max虽然支持快充 但苹果依旧是非常吝啬的 仅随机配备了一枚5瓦的充电头 经过实测30分钟仅冲入了16%的电量 充满整块电池 则是消耗了3小时25分钟 真的是非常慢了 OK那经过以上的多项对比 不难发现 这一次搭载了麒麟980处理器的荣耀Magic 2 性能确实是非常强悍 而且续航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另外对于预算有限的普通上班族来说 3799元起步的价格 相较于9599元起步的iPhone X Max来说 明显要现实很多 所以追求高颜值高性能 预算又有限的小伙伴 荣耀Magic 2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你们觉得呢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扫码关注 微久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们下期视频内容